同学们,在我国灿若鲜河的诗歌殿堂里,有一位大诗人 他是谁呢?请你根据我给出的提示来猜一猜 提示一,他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提示二,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 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提示三,他曾担任家幼近视等官方职位 号,东坡居士 于父亲苏寻,弟弟苏哲,合称三苏 猜出他是谁了吗? 是的 他就是北宋诗人 苏氏 我们还学过他写的古诗呢 像这一首 请大家和我一起读背 隐湖上出情厚语 水光炼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座,淡妆浓膜,总相宜 还有这一首呢 请大家和我一起读背 赠刘景文 何尽已无情与盖 菊残有有傲双之 一年好景君须记 醉事成黄菊律时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首 苏氏写的古诗 慧虫春江晚景 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在北宋有一位著名的僧人 叫慧虫 请大家和我一起再念一念他的名字 慧虫 慧虫 这位僧人能诗善画 他画了一幅画 春江晚景 苏氏看到了这幅画 就为慧虫画的春江晚景 做了一首诗 慧虫春江晚景 这是一首提画诗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这首古诗 还记得 我们在学习第一首古诗 绝句的时候 用到了哪些方法吗 反复读 反复送读 借助注释 想象画面 那么今天 我们在学习这一首古诗的时候 也要用上这些方法 接下来 就请大家把这首诗 读一读 老师给大家提两点自读要求 一 大声读 读准字音 读通诗句 二 自由读 一边读 一边想象画面 在不理解的地方 做上记号 好 下面请同学们 开始完成自读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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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Fay Carol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刚才我们已经认读了 请大家和我一起念 这个字 囤 囤 我们再来巩固一遍 慧 恩惠 虫 虫 龙高,豚,海豚 这五个字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求会写的字 下面老师重点指导大家写会和如这两个字 会字是上下结构 在写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竖要压在竖中线上 下面的是一提,不要写成了横 心字底的写法很重要 卧钩,不要写成了斜钩 心字的两点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做到穿插和避让 我们再来写炉这个字 草字头的这一横写的略长 下面的是护字,不要写成了炉 撇要写得舒展 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练习本 把这五个字公公整整的写三遍 在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写字姿势 要做到头正 伸直 避开 足安 眼离书本一尺 胸离桌子一拳 手离笔尖一寸 下面请同学们开始书写 转发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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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虫画的这幅图是什么季节的呢 从诗题当中的这个春字 我们知道 他画的是一幅春光图 那么这首诗描绘的是怎样的景色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 在这首诗的中文章 是河豫 颅图 颅图 颅图是一种肥而味美的鱼有毒 大家看 颅图 这是河图 在这首诗图 颅图 颅图 根据 根据 根据这两个字 你看 头发 也有可言uhan图是什么 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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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图行진 doors 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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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结合注释 想象画面 我们感受到了 这样一幅画面 绿色的竹林 演绎着几只 粉红的桃花 江上春水荡漾 一群鸭子 在欢快的欣系 他们最先感知到 春天 江水已经变暖 岸边 长满出生的楼蒿 和刚刚发出 嫩芽的芦苇 这正是河豚 将要逆江而上 缠乱的季节 了解了这首古诗的大义 我们再来读这首古诗 感觉又会不一样 会从春江顽景 竹外桃花 三两只 春江水暖 鸭鲜枝 楼蒿满地 颅芽短 正是河豚 遇上时 春江晚景 这幅图 没有流传下来 而一首好的提画诗 却能用形象的语言 既能再现画面 又能跳出画面 引发联想 吸引读者 进入美的意境 下面 让我们走进这首古诗 去感受 这美的意境 大家 先看看 这首诗的前三句 前三句 描写了哪些景物呢 有 竹子 桃花 春江 鸭子 楼蒿 颅芽 这些景物 都是画中所有的景物 大家看 从江岸到江面 再到江边 逼真的再现了画中江南早春的主要景物 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 这一些是画中所有的景物 那么在这三句诗当中 有画中所无的吗 有同学关注到的暖和鸭仙枝 是的 暖和鸭仙枝是画不出来的 是画所不能的 而这两个词却写出了视觉之外的 春水方生的段译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句诗 正是河豚玉上时 这个玉子 而正是这些联想 顶和鸭仙枝的画面 写出了画家的南画之状和卫画之意 让我们 鸭仙枝三两枝 用学到的方法 回家自己学一学 三渠道中 二 将古诗朗诵给父母听 并背诵圈